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首先 根据Urbanation Link的报告 多伦多和汉密尔顿地区的公寓租金 三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平均租金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 这主要是由于新公寓的完工量激增所致 但这一趋势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与此同时 2000年以后建成的出租公寓租金却上升了2 百分之率也有所增加 让我们看看加拿大股市的最新动态 最近几个月 加拿大股票的空头交易有所增加 特别是在Sher加拿大企业债券ET 把Sherz能PTS权重银行一行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一名28岁男子因去年夏天酒驾肇事逃逸 撞死了一名骑自行车的人而被起诉 他在事故发生后未停下车辆 并且在血液检测中显示 其当时处于酒精和药物影响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根据Urbanation Inc的最新报告 加拿大人口最密集地区的公寓租金 在三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报告显示 大多伦多和汉密尔顿地区的新租赁公寓 平均租金在第二季度同比下降了1 2%每平方英尺租金为3.9近为2723加元 Urbanation总裁孝恩·希尔德·布兰德表示 这一小幅回落主要是由于公寓竣工量激增 但这一趋势不太可能持续 因为新公寓的销售和开工量大幅减少 自200年以来完工的专用租赁公寓的租金 较去年上涨了2 2%平均每平方英尺4.08加元 其中多伦多地区的租金下降了0 5%而更广泛地区的租金则上涨了7.7% 专用租赁公寓的空置率从2022年第二季度的1 6%上升到上季度的2.7% 而租赁公寓的建设开工量同比增长了43% 环球邮报更新了加拿大上市公司股票的卖空情况 包括ETF和公司层面的活动容易受到卖空情况 一些退休投资专业人士的卖出推荐 以及激进卖空者安德鲁 安德鲁来福特的法育问题 数据显示 ZS&PTSX60 ETF XIUT的卖空头寸在最近起的月有所增加 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Aer Canada Assinger 26 分析师提到的挑战包括来自WestJet和Porter Airlines的竞争加剧 以及通胀推动航空公司工会在2024至2026年间续约时要求更高工资 激进卖空者安德鲁来福特因欺诈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尽管他的卖空建议通常基于详细研究 但他被指控在卖空建议发布后迅速平仓 涉嫌操纵骨架 Yahoo US 报道一名男子因去年夏天在酒驾状态下撞死一名其自行车者而面临指控 28岁的杰里·布里奇斯因酒驾和肇事逃逸被捕 但随后以1.5万美元的保释金被释放 去年7月25日 佛罗里达州高速咕噜巡逻队在西田纳西街发生的一起致命车祸中发现 布里奇斯未能看到其自行车的约瑟夫·布朗宁 导致他撞上自行车后部 布朗宁被抛到车里和挡风玻璃上 随后掉到路面 布里奇斯没有停车继续驾车前行 必让医护人员采集他的血液进行测试 结果显示布里奇斯在车祸发生时处于酒精和药物影响下 导致其正常能力受损 The Independent 报道称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给唐纳德·特朗普起了一个新绰号 因为这位前总统再次拒绝承诺与他进行辩论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他可能会与哈里斯辩论 但也可以提出不辩论的理由 哈里斯团队随后发布新闻港 嘲讽特朗普害怕面对哈里斯的挑战 指责他回避问题 哈里斯还在社交媒体上嘲笑特朗普同意与拜登辩论 却不愿与他辩论 虽然特朗普表示愿意辩论 但他并未明确表示会在9月10日的辩论中出现 Yahoo US 报道 韦利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联业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至少六人在抗议中嗓声 其中包括两名年轻人 非政府组织Folpino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已有132名示威者被拘留 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 马杜罗维总统选举的获胜者后 反对派指责政府存在选举欺诈 并声称其候选人埃德蒙多·刚萨维斯·乌鲁蒂亚才是胜利者 美国欧盟美洲国家组织 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对选举结果表示怀疑 抗议活动预计将继续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 美国陆军士兵科尔·贝恩·舒尔茨 因出售美国军事机密而决定认罪 舒尔茨曾是一名情报分析员 被指控与一名情报分析员 被指控与一名身份部门的顾谋者合作 自2022年6月以来泄露各类国防信息 包括高机动性火箭系统、超音速设备 及美军未来发展的研究等 舒尔茨被捕时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 他通过这些信息共获得至少42零美元 舒尔茨的认罪听证会定于8月13日举行 他此前被控六项罪名 包括共谋获取和披露军事防御信息及贿赂公职人员 Yahoo US 报道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币 誓言要重启与中国的关系 梅洛尼在上院后首次访问北京期间 与中国领导层进行了会谈 并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行动计划 旨在加强两国在造船、航空、航天、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 梅洛尼希望缩小意大利对华投资 与中国对异投资之间的差距 后者而前者的三分之一 尽管退出了一带一路 梅洛尼仍希望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同时提醒世界意大利对北约的承诺 和对中国政治影响的解决 诺卫出报道 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前线村庄 沃夫切的占领是其近予一系列进展中的最新一例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访问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前线部队 并授予特种部队日进演奖章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约1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防空系统火炮和反坦核导弹等关键装备 这是自4月以来 美国第9次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表示 与俄罗斯签署任何协议 就像与魔鬼签订契约 将导致战争继续一步同写式爆发 The Independent 透告同美国副总统卡满拉·哈里斯的总统竞选团队 推出了一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广告活动 旨在通过强调他作为加州检察官和州总检察长的背景 来介绍他给选民 广告展示了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集会上发表的演讲 强调他在担任检察官和总检察长期间的成就 并指出他作为副总统在降低老年人胰岛素成本方面的努力 与此同时 和此同时 他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也推出了自己的广告活动 试图将哈里斯描绘成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 指责他在移民问题上持开放态度 并导致美国安全受到威胁 BBC报道在爱尔兰共和国的西米斯郡基鲁坎附近 发生了一起直升机坠毁事件 事故发生在大约15点半BSC目前 爱尔兰警方和紧急服务部门已经赶到现场 这则突发新闻仍在不断更新中 更多详细信息将录据发布 华盛顿邮报报道 拉斯维加斯的民主党志愿者们 上周忙碌地进出一个拥挤的房间 兴奋地交换他们的拜登哈里斯标志 换成哈里斯竞选总统的标志 几天前备受争议的拜登总统退出竞选 引发了对副总统哈里斯的热情支持 民主党希望这种卡玛纳动量 能改变2024年的总统竞选 使他们能够保住像内华达这样的摇摆州 尽管内华达自2004年以来没有投票支持过共和党总统 但拜登在拉丁裔和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正在下降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希望他能吸引那些觉得自己 在两位年长的白人男性候选人中没有代表感的选民 内华达的竞选团队对非党派选民寄予厚望 这些选民占选民总数的比例比任何一个党派都大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也在努力利用他在年轻选民中的 受欢迎程度推出了TikTok账号 并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吸引年轻选民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努力 内华达的选民仍然对经济问题感到担忧 特别是在失业率高企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 法国体育部长阿梅利·乌德亚·卡斯特拉 清闻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警部附近的照片 在法国引起轰动 照片中马克龙的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塔尔太将另编 而乌德亚·卡斯特拉则与马克龙亲密拥抱 这一亲密行为引发了法国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议 尽管乌德亚·卡斯特拉解释说 他只是对奥运会充满热气 但一些评论认为这张照片不合适 甚至有评论称这种行为不符合总统和部长的身份 此外乌德亚·卡斯特拉在最近几个月也引发了其他争议 例如他将女儿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的决定 以及他在塞纳河中游泳以证明水质安全的行为 南华走报 香港中门大学校长段崇智周二表示 校方管理层对于校辉重新设计一事完全知情 并对未能在校董会会议日期上征求他意见表示遗憾 段崇智承认在处理此事上有改进空间 但坚持校董会在两年前已知悉此计划 他解释在意识到反对声音后 立即与高层管理层讨论并决定搁置此计划 段崇智强调他和行政人员已全面配合校董会的调查 提交了超过500份文件 校灰虫设计是为了庆祝大学60周年而进行的品牌刷新计划 但引发了广泛批评 包括三位校董会议员指责校方治理不善 会议后校董会主席蔡亚昭批评段崇智未能合作 并指其在通知会议日期后 仍按计划前往云南出差 但崇智对此表示遗憾 并澄清未使用的资金 以退还至学校中央预算 用于战略传播和全球推广项目 雅亨美国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将于本周末在亚特兰大举行集会 特朗普及其竞选搭档GD万斯的竞选团队宣布 集会将于周六在乔治亚州立大学会议中心举行 此次访问恰逢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同一地点 举行集会后几天进行 并且是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的艾沙未遂事件 发生数周后 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利用一个名叫莱肯·莱利的案件 作为呼吁停止非法移民的号召 莱利在乔治亚大学校园的跑步道上被发现死亡 协议人士非法入境的和赛伊巴拉 特朗普竞选团队在新闻稿中批评哈里斯的开放边境政策 称其导致了毒品泛滥和死亡的增加 特朗普和万斯对哈里斯及其支持者留下的死亡和破坏路径感到心碎 独立棒 根据最新的纽约时报信任民调 美国选民认为卡玛拉·哈里斯比唐纳德·特朗普更聪明 且具有成为有效总统所需的正确气质 然而 尽管哈里斯拥有正面特质 选民仍更倾向于将特朗普视为强有力的领导权士 60%的选民认为特朗普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 而哈里斯则为47% 尽管特朗普和哈里斯在是否能够团结国家这一问题上持平 但共和党人更相信特朗普能够团结国家 而民主党人则对哈里斯有同样的信心 独立选民则对两位候选人都不抱太大希望 尽管如此 民调显示部分共和党选民也认为哈里斯聪明 而部分民主党选民则认为特朗普也有智慧 独立选民更倾向于认为哈里斯聪明且具有总统气质 但在领导力方面特朗普仍然占优 这些结果表明选民对未来总统的期望各不相同 未来的民调结果将为我们提供更多洞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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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